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呢它其实主要也是分为两步走 那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上市公司 以现金收购的方式来收购标的资产的一个控制权 那往往呢会构成一个重大资产购买 那在这里边说既然构成了一个重大资产购买 但由于呢没有涉及到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或者是借壳上市 所以说呢这个重大资产购买 它其实仅仅是一个重大资产重组 其实仅仅需要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它呢并不需要中国证监会的一个核准 好 那这种呢以现金的方式去收购一个控制权 往往呢可能是在先的一个步骤 然后呢在完成了这个重大资产购买之后 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再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一个方式 再去募集相应的一个资金 那这个募集到资金之后 将来呢对我前期进行购买的这个标的资产的这个资金 进行一个置换 也就是说呢我先花钱 花了钱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个筹资 好 那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呢 其实就是会节约时间 因为如果我先去做这个非公开发行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审批程序 而往往我们这个标的资产 它又是位于境外的 可能交易的对手方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愿意去等待 那在这一时候上市公司或者是通过我自有资金 或者是呢通过举债的方式 先解决掉我们的这个重大资产购买的资金需求 然后将来呢把这个资产买完了 我再慢慢的来做这个非公开发行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方案 它其实主要呢是想通过非公开发行 来解决我们收购的一个资金 好 那在这里呢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方案 首先呢上市公司会是以自筹的资金 或者是你自有或者是举债来的 对标的资产先行收购 然后呢再通过实施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来置换我们的这个收购资金 好 那在这里边呢 重大资产购买交割在前 非公开发行呢实施在后 那一般来讲我们上市公司呢 会在同一次董事会中 同时审议重大资产购买 以及呢非公开发行的一个议案 并且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然后呢我们就召开股东大会 同时呢对前述的议案来进行审议 完成整个上市公司层面的一个决策程序 然后呢我们就去实施这个重大资产购买 在重大资产购买完成之后 然后呢履行完了相应的一个信息披露 程序 我们这块呢再向中国证监会 来申报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 进入了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一个行政审批程序里 那在这块呢我们重大资产购买 它其实呢不以非公开发行的成功 作为呢一个潜质性的条件 也就是无论如何 我首先呢先要把这个资产给它购买下来 如果说万一将来非公开发行被否掉了 那这时候呢其实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它呢可能这个资金方面的压力就比较大 所以说呢你实施这种方案 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 这块呢必须事先和我们的客户来交代清楚 好呢在这儿呢我们一起简单的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是链石有色 那在这里边呢首先就是这个链石有色 它本来呢可能是做这种木精粉行业的 那这时候呢受到国家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影响 木精粉市场的价格处于低位 成本和我们的价格倒挂 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上市公司 也就是这个链石有色 它呢现在就积极的去开拓一些新业务 着力呢去布局我们航空制造业的相关产业 那经过链石有色的管理层 与英国的这个直一公司呢 我们若干回合的调研谈判 链石有色呢就决定 通过自己香港的全资资公司 链石投资有限公司 来收购我们英国直一公司 百分之百的一个股权 好那在这里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其实就是完成这个重大资产购买 那我们的标的直一公司呢 是欧洲的一家先进的 航空航天零部件生产 以及呢系统集成的大型跨国企业 业务呢主要包括了航空航天零部件的生产 制造装配和维修等等 全球范围内的员工超过1400人 总部呢位于英国 在英国法国波兰和印度 均建立了像一个工厂 好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就是链石有色 目前的一个股权结构图了 就是他们的一个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是这位张正先生 然后呢在下面 他就控制着这个上市公司链石有色 那链石有色呢 他其实目的是要取得呢英国的这个职公司 百分之百的一个股权 那在这里边呢 他不是直接去持股的 然后呢在香港这转了一下 我们通过一个全资的子公司 叫做链石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呢取得了英国职公司 百分之百的一个股权 好那根据我们受股协议的一个约定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我们的基础交易价格是3.26亿英镑 那折合人民币呢 大概是27.9个亿 然后呢在这个里边 我们17年的6月12号 香港的这个链石 就相当于他香港的这个子公司 就办理了相应的股东登记手续 成为了职公司唯一的一个股东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对这个交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首先第一步呢 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个重大资产的购买 然后呢是以现金的方式来进行购买的 但是这块呢 它也会构成一个重大资产重组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首先来看 说在我们这个交易里边 分母呢 应该就是这个上市公司 也就是链石有色 以我们呢 上一个会计年度 我们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 里边呢取出我们的资产总额 我们的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 来作为咱们的分母 好那这块 我们呢其实是购买的一个方向 而且取得的是标的资产百分之百的一个股权 那因此呢 其实在对于分子这个指标选取的时候 可能呢 除了相应的一个资产总额和资产金额之后 我呢还需要和我的交易金额去比一下大小 那这块能够看出来 说比完之后 这个资产总额和资产金额 我们的计算依据指标的选取 其实都是我们的交易金额 好那这块呢再去找一下 我们这个标的公司 他们呢过去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 好找到了计算的指标 然后呢再作为分子 再去除一下我们链石有色这个上市公司 它相应的指标作为分母 那这时候一除 你就发现 它其实呢都是远远大于50%的 因此呢我们能够下一个结论 说这种重大资产的购买 它其实呢构成了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好那在这里呢具体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如何来进行认定 我呢就不过多的去阐述了 大家下来之后自己看一下这个文字 好那紧接着我们呢就来到了第二步 也就是在完成了以现金的方式 进行一个重大资产购买之后 那紧接着第二步 其实呢就是非公开发行股份 好那在这里我给大家去强调一下 由于这块这个案例呢 它大概是发生在16年17年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呢 对于一个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 我们的政策呢 和目前我们现行有效的政策 稍微呢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仍然是保留了当时这个案例 它当时去做非公开发行股份 它究竟是如何做的 为了保证它的一个真实性 但是呢我会给大家插入一些批注 在这些批注里我会告诉你 说现在现行有效的一个政策 已经调整了什么样子 帮助大家呢更好的去看待这个案例 好那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 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 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境内产业投资者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 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以及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自然人投资者 以及呢其他的合法投资者 等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 那按照我们现在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一个政策 其实呢我们的发行对象 可以小于等于35 所以说这里边呢 就从10已经扩大到35了 好那在这里发行对象呢 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之后 将会呢按照我们相应的一个规定 以及发行对象 申购报价情况来进行确定 那这块呢又是通过一种竞价的方式 来确定了我们的一个对象 那在这里边 如果说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它以多个投资账户 来进行申报股份的 这时候呢是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那如果是信托公司 来作为发行对象 我们只能是以自有资金 来进行一个认购 好那这块呢 其实也是我们现在 非公开发行里边 都有的一些类似的规定 大家呢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们老师真的今年考到了 非公开发行股份 那你像特定对象的数量 像这些 比如说基金管理公司 像信托公司 还是非常有可能呢 会涉及到 好那一起来看 本次呢发行股票的数量 不超过呢 本次发行前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 那现在的现行有效政策呢 你其实可以做到 不超过30%了 那这块呢准备就去募集 我们呢不超过27.9个亿的一个资金 那这块呢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作为呢发行期的一个首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 公司呢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 我们现行有效的政策 我们的发行价格不是达9折 是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80% 我们现行有效的政策 是可以达到8折 这块呢关于发行价格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另外呢 就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它会有一个限售期 那这块呢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的12个月 那我们现行有效的政策呢 其实是本次发行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当然如果说 我们的特定对象 是属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及其呢控制的企业 这时候锁定期是18个月 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现行有效的政策 那这块呢 其实总体而言 就是大家呢 大概的了解一下 这种方案 它究竟是怎么做的 它呢其实首先 是以现金的方式 来进行了一个重大资产购买 那有可能这个重大资产购买 是会构成一个 重大资产重组 但是它仅仅是 单纯的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没有涉及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和借客上市的问题 因此呢 其实我不需要 取得中国证监会的 一个核准 仅仅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程序就可以了 那在此之后 我们再去做这个 非公开发行 好这个呢 其实考试的时候 也有可能考到 就把这两个东西 给你放在一起 看我们的考生 能不能够 对相关的业务 来进行一个分析 好那本次呢 发行募集的资金呢 最高不超过27.9个亿 它呢 准备计划 用于呢 收购我们这个 职公司的一个 百分之百的股权 如果说呢 实际募集的资金 净额低于呢 项目需要量的 不足部分 这时候呢 将由公司 通过自有资金 或者是银行贷款 以及呢 其他的途径 来进行解决 那在这里 他也说得很清楚 在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呢 已经根据 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 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 并且呢 等到募集资金 到位之后 按照呢 我们相关法律 法规的一个 规定程序 来进行一个置换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说整个这个交易 它有没有构成一个 特殊的重大资产重组 也就是所谓的 一个重组上市 那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前 这个张正先生呢 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他的持股比例是 25.23%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那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一个数量 不超过这么多股 那在发行完成之后 这个张先生 他的股权比例呢 下降至不低于 21.02% 仍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因此我们能够看出来 这个方案本身 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 以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任何变化 因此呢 它就不会构成一个 特殊的重大资产重组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由于这个交易 没有导致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发生变更 因此呢 我们也不涉及到 说向收购人 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那在这里自始之中 没有任何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事情 因此我们这个交易 是没有构成的 借客上市的一个情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第三种交易类型 那这第三种交易类型呢 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 那首先呢 还是先来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方案本身是怎么回事 那这时候呢 其实可能是有一个上市公司 我呢 其实最终的目的是 看上了我交易对手方 的一个实际的标的资产 这个才是上市公司 意在取得的一个标的资产 但这个时候我是怎么来操作的呢 是我们双方呢 共同拿一部分资产出来出资 我或者是出资呢 去新设一个公司 或者是呢 对于一个既有的公司 来进行增资 那这样子的一个好处 就是你看 我们上市公司 找出来一部分 准备出资的资产 而我们交易对手方呢 就直接以我们上市公司 看上的这个实际标的资产 来作为一个出资的资产 这样的双方共同去出资 或者说呢 是以增资的方式 来给到某一个出资的主体 那在这整个交易完成之后 你就会发现 那我们的上市公司 和我们的交易对方 它其实呢 都成为了这个出资主体 一般来讲 这就是一个平台公司 它就会成为 这个平台公司的一个股东 然后这个平台公司的股东 下面呢 既拿到了上市公司 出资的一个资产 又拿到了我们实际标的的 一个资产 那在这里边 既然是说上市公司 我想要取得 这个实际标的的资产 因此呢 在当初出资的时候 上市公司的 你出资资产 你就应该大于 我们实际标的的一个资产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将来 在对于这个出资主体 也就是这个平台公司而言 其实呢 它是属于 我们上市公司 控制的一个范围的 因此呢 它就会进入到 我们上市公司的 一个并表范围 那这时候 我们的交易对方 它其实拿到的是 这个平台公司 或者说这个持股公司的 一个少数的股权 好 那在这里 我是不是就通过 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这个实际标的资产 给它装到了 上市公司里边去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资产 出资的方式 来间接获得 标的的一个控制权 好 那这个里边呢 主要的做法就是 上市公司呢 以及下属的资产 对一个主体来增资 那我们的交易对方呢 以及下属的标的资产 对同一个主体来进行增资 但是呢 由于最终的目的 我是要 这个上市公司 要能够控制 这个出资的主体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方案里边 有一个最大的前提条件 就是上市公司 准备呢 去出资的 这个资产的估值 你应该呢 是高于 你实际标的资产的 一个估值 那只有这样子的话 将来上市公司呢 我才能够去控制 这个出资主体 或者说这个平台公司 进而呢 才能够 把这个实际标的资产 纳入到我们的一个 并表范围里去 好 那这个交易的 商业实质是什么呢 它的交易的商业实质 其实呢 就是这个上市公司 以我自有资产的 一个少数股权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少数股权的权益 作为一个支付的对价 那这时候呢 获得我们交易对方 实际的一个标的资产 那在这样的一个 交易方案里边 上市公司呢 其实没有掏任何的 一个现金 也没有任何的 发行股份 也就是没有 新增股份的一个支出 但是呢 按照我们重组管理办法 说咱们和他人 去新设一个企业 或者说呢 对于现有企业 进行增资或者减资 如果你交易规模 达到一定的比例 这是不是就属于 其他交易方式 这时候如果说 达到了重大资产重组 相应的一个标准 那这时候呢 仍然要履行 重大资产重组 相应的一个程序 当然如果说你仅仅是 重大资产重组的话 那其实呢 这里边主要就是 以信息披露程序为主 好 那这块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由于咱们是 与他人 共同来进行一个 出资 来新设一个企业 或者说呢 对于既有企业 来进行增资 那这块其实 它是属于 重大资产重组里边的 其他交易方式的 那这块呢 如果达到比例 也有可能会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那这块呢 其实说 应该说不是特别难 但是呢 在市场上 还是呢 非常容易去见到 这样的情景的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给大家挑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呢 是关于这个出资主体 我们就是新设 那一个例子呢 是说对于这个出资主体 是寄存的 我们对它是进行增资 那这两种呢 都可以给大家来看到 好 那么首先呢 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案例呢 是国电电力的一个案例 但是在这个国电电力 具体方案介绍之前 先给大家呢 去介绍一下背景 那这块呢 是根据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也就是国务院 国资委的一个通知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中国国电集团 和神华集团 我们呢 要实施一个联合重组 那在这个里边呢 主要是神华集团 去吸收合并国电集团 那吸并之后的神华集团呢 更名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呢 叫做国家能源集团 好 这个是我们大的一个背景 先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背景的股权结构图 那其实已经是比较复杂了 首先在上面 最终的实际控制人 是国务院国资委 在这下面呢 我们有国电集团 和神华集团 那国电集团下面 它有一个叫做 国电电力的上市公司 那神华集团下面 有一个叫做 中国神华的上市公司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目前的一个 股权结构图 然后呢 就是国务院国资委通知 说这个神华集团 你要吸收合并国电集团 实施一个联合重组 好 那这块神华集团 吸收合并完国电集团之后 我们的更名 叫做国家能源集团 所以说呢 在这个联合重组的一个方案 实施之后 其实呢 股权结构图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也就是最高的是国务院国资委 这个呢 是他的实际控制人 这时候呢 我们去控制着国家能源集团 也就是神华集团 吸并了国电集团之后 更名出来的 叫做国家能源集团 那这个国家能源集团呢 我们下面有两个上市公司 一个呢 是国电电力 一个是中国神华 好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 一个背景的介绍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现在这个交易方案的 一个简单的概述 说我们国电电力呢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 常规能源发电业务 等一个整合平台 那这时候呢 国电电力 以及持有的相关 火电公司的一个股权 以及呢 资产 与中国神华 所持有的相关 火电公司的一个股权 以及资产 我们共同去组建一个 合资公司 那这个合资公司组建之后 这时候呢 将会由国电电力 拥有合资公司的一个 控股权 好 那这块 还是呢 简单的来看一下 那这块呢 经过我们前边的一个变形 现在的股权结构图呢 已经变成 最高高在上呢 是国务院国资委 他是实际控制人 他在下面 去控制着国家能源集团 国家能源集团 下面有两家上市公司 分别是国电电力 和中国神华 那这时候呢 他们就把常规的这个 火电的一个发电的 这个资产 要进行一个整合 那整合的时候 怎么来弄呢 就是国电电力这边 有呢 准备支出的一个资产 中国神华这边 也把相关的一些资产 作为一个 拟支出的一个资产 我们呢就以这两部分资产 来出资设立一个 合资公司 好呢 在这个合资公司 被设立起来之后 这合资公司是谁呢 这合资公司就是后来的 我们北京国电电力 有限公司 好呢 这样子被设立出来之后 你会看到 我们国电电力 去支出的这个资产也好 中国神华 准备去支出的一个资产也好 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这个合资公司 下面的一个资产 好呢 在这个时候 国电电力和中国神华 其实我们拿到手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这个合资公司的一个股权 好呢 在这里边 我们前面分析过了 最后呢 是要由这个国电电力 来拿到对于这个合资公司的一个控股权 所以你会发现 国电电力这边的一个股权比例呢 相对来说会大一点 中国神华这边呢 稍微会小一点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方案 那大家呢 能够看出来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复杂 但是呢 只要你把这个逻辑 给它梳理清楚 应该说呢 还是能够把它去看懂的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合资公司的一个具体的组建情况 那2019年的1月3号 国电电力与中国神华呢 就组建出来的这个合资公司 那取得了相应的一个营业执照 合资公司的名称呢 是北京国电电力有限公司 那注册地呢 是北京市的西城区 注册资本呢 是100亿元 那其中呢 国电电力出资额是57.4亿元 多一点 然后中国神华这边的出资额呢 是42.5亿多一点 那这时候 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 其实呢 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呢 仅以自己各自刃脚的出资额为限 对合资公司的债务去承担责任 好 那这块呢 就是关于合资公司的一个设立的 最基本的一个情况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这个交易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由于在这个里边呢 其实是我们和他人 去新设一个公司 那这个呢 其实是属于其他交易 这块呢 如果说达到相应的金额和比例 那这时候 你也是会被界定为 是一个重大资产重组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对它 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首先呢 既然说我们是站在 国电电力的角度来看 所以说这时候 我们的分母 它其实取的是国电电力 我们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里边 我们的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以及呢 我们的一个净资产额 好 紧接着呢 就来看一下分子 好 那这个分子是如何来选取的呢 这块向大家呢 和我去注意一下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分母 这个分母呢 说的是国电电力 我的资产总额 我的净资产额 和营业收入 直接呢 取自我们上市公司 上一个会计年度的 一个财务报表 那紧接着就是这个 标的资产 那这个标的资产 它的这个净资产额 那你注意 根据我们重组办法的 一个相关的规定 那这块呢 其实虽然说它不是购买 是我们和别人去出资设立 所以说这块呢 它呢 稍微有一点点特殊 退于这个净资产额 我们这块呢 它说 我基于一个谨慎性的原则 那在这里边呢 取交易双方 准备呢 共同出资的 标的资产的一个 交易金额的总和 来作为一个计算 就是两边不是都有 这个出资资产吗 这块呢 它是把两边的 这个出资资产 给它加总起来 作为一个计算 那在这里边呢 作为我们的 交易金额的总和 那在这里呢 其实是这个净资产额的 一个指标 所以说其实你是需要 和交易金额的 这个总和 去比一下大小的 所以在这块呢 它就是取得 交易金额的总和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资产总额 和营业收入 分别呢 取得我们这个标的资产 我们经审计的 财报的一个数据 好 那你经过这样的 一个计算之后 就会发现 我们这整个的 指标占比 通通呢 都超过了50%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关于这个 净资产额的一个 指标的一个选取 这块呢 它出于谨慎性的原则 它的这个交易金额总和 其实是两边资产出来的 所以说这里边呢 是加起来来算的 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我们根据 重组办法和上述呢 财务数据的一个计算结果 本次交易呢 其实就构成了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规定呢 需要履行相应的一个 信息披露程序 好 那接下来再看 说本次交易 我构不构成一个 重组上市呢 那在这块 其实呢 本次交易是国电电力 与他人合资设立公司 不涉及上市公司层面的 一个股权变动 那在本次交易前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也不会发生变化 仍然是国务院国资委 而且呢 他通过国电集团 或者说呢 我们被重组之后的 国家能源集团 控制国电电力的股权比例 仍然是46.09% 所以说呢 本次交易 它其实压根 不会导致 国电电力控制权的变更 因此 这就不可能构成一个 重组上市 或者说叫做 借客上市 所以说这里边 大家看清楚 我们分析的一个思路 也就是对于这个 上市公司而言 我和别人去 这个出资 新设一个公司 这件事情本身 有可能对于上市公司 国电电力而言 构成了一个重大资产重组 但是你对于这个上市公司 国电电力 上层的这个股权结构来看 它自始至终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因此呢 对于国电电力而言 这个交易本身 它是不可能 会构成一个 借客上市的 所以说这块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 分析的思路 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本次交易 它其实呢 是构成了关联交易 因为我们交易的 对手方呢 是中国神华 中国神华的控股股东呢 也是国家能源集团 因此呢 中国神华 其实是国电电力的 一个关联方 所以我们的交易 构成了一个关联交易 好 既然是构成了 一个关联交易 那因此呢 我们这个关联董事 它是不是 有关联关系 董事表决权 必须要排除 那另外呢 由于我们这个交易 构成了一个 重大资产重组 因此呢 在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议题的时候 关联股东 也是必须要进行回避的 所以说关联董事 和关联股东 我们呢 在审议相关议案的时候 需要回避表决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说对于一个既有公司 进行增资的 这么一个案例 那这个呢 就是招商舍口的 一个案例 好 那这块呢 我们首先直接 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股权结构图 这个呢 你看起来 可能对于这个交易方案 会更直观一些 好 那在这呢 还是首先来找到 我们的上市公司 就是这个招商舍口 它的股东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 招商局集团 当然肯定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社会公众股东 好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招商舍口下面 它可能会有一个子公司 叫做招商前海实业 它呢 曾经和这个前海控股 各自呢 是出资50% 我们的出资设立了这个 前海自贸投资 这样的一个合资公司 那现在呢 他们可能就想办法 要对这个既有的一个合资公司 来进行一个增资 好 那在这里边呢 可能我们这个招商前海实业这边 拿来增资的这个资产呢 主要是我们所持有的 招商持底100%的一个股权 好 另外呢 就是前海控股这边我拿出来的 可能呢 是我们所持有的前海红股 100%的一个股权 好 但是在这里边呢 双方之前的一个持股比例 是50%对50%的 所以说这时候呢 你就必须保证 我们是同等比例的来进行增资 那可能看起来呢 这个招商持底 可能它的这个评估价值 会稍微少一点 所以说呢 我们招商前海实业这边 我除了用招商持底100%的股权 来进行增资之外 我可能呢 还要再搭上一部分的现金 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要保证 双方的这个持股比例 仍然是50%对50% 但是呢 虽然说我们各自的持股比例 是50对50 但是呢 这个前海自贸投资 它其实呢 自始至终 都在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 并表范围里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整个交易 它的一个背景和最基本的方案 那在这呢 我们梳理清楚这个关系之后 你再来看文字 其实呢 会觉得好理解一些 说我们招商蛇口 与前海控股呢 之前就曾经呢 投资设立过一个合资公司 就是这个前海自贸投资 那注册的时间呢 是2016年的9月8号 注册地呢 是在这 好 本次交易前的注册资本 是10个亿 那其中呢 我们前海控股出资额是5亿元 我们招商前海实业 就是招商蛇口的一个控股的子公司 它的出资额呢 也是5亿元 这时候呢 使用我们这个上市公司 也就是招商蛇口 来进行并表 那这个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 是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呢 仅以各自刃脚的出资为限 对合资公司的债务 去承担责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 它具体的一个方案 那前面也说了 说我们各自呢 以这个资产 来对这个合资公司 来进行增资 好 那在增资完成之后 实际上呢 仍然是 我们招商前海实业 和这个前海控股 分别呢 持有这个合资公司 50%的一个股权 但是呢 它仍然去进入到 我们上市公司的 一个并表范围 但是这时候呢 这个合资公司 我们呢 就反而持有了 招商持底 以及呢 前海红玉 100%的一个股权 那这个呢 就是在整个交易之后 它现有的一个 股权交易的一个形式 好 那在这里我们来看 说招商前海实业 以其持有的 招商持底 100%的股权 向合资公司呢 来进行增资 前海控股 就以自己所持有的 前海红玉 100%的股权 对合资公司 来进行增资 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招商 前海实业 以部分现金 向合资公司 来进行增资 那本次交易完成之后 我们呢 招商 前海实业 和前海混股 各自呢 持有合资公司 50%的一个股权 那本次交易完成之后 上市公司呢 仍然拥有 合资公司的一个 控制权 好 那在这里呢 就是对这个交易方案 来进行一个 简单的描述 好 这块呢 我们又说了一下 本次交易的 一个坐驾的情况 就是帮助大家呢 更好的来理解 这个方案 就是呢 对于这个前海红玉 我们呢 作为一个增资的 交易对价 这块呢 对它的一个估值 这块呢 看起来应该是 729个亿多一点 而这个招商持敌呢 它的一个坐驾 评估出来呢 可能是644亿 所以说这里边呢 就会有一个差价 那这个差价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以现金的部分 来进行一个增资 那最后呢 保证说双方增资 拿出来的这个资产 它其实还是等值的 这样子呢 才能保证 说在整个交易完成之后 我们的一个持股比例呢 仍然是50% 对50% 好 那这个呢 你就稍微看一下 这个交易坐驾的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 由于呢 这块涉及到了上市公司 我们下属的一个子公司 那这时候呢 对外和他人 去对于一个既有的公司 来进行一个增资 那这个呢 也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里边的一个 其他交易形式 所以说这块 要来判断一下 说这个交易本身 会不会呢 构成一个重大资产重组 好 那既然呢 是判断说 对于这个上市公司而言 是不是构成一个 重大资产重组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首先 要找到的 就是这个上市公司 也就是招商舍口 那在这里边呢 首先找到他的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和营业收入 这块呢 是以他最近一期的 财务会计报表 也就是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表里边的数据呢 来作为一个分母 好那紧接着就来看一下分子 好那这个分子的话呢 其实由于咱们是 涉及到对一个公司进行增资 那其实整个的交易金额呢 应该就是两边 出资资产的一个总和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交易金额 所以说呢 应该是这个 729亿直接乘以2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交易金额 所以这块能够看出来 说我们的这个交易金额的话 这块肯定是比较高的 你不管是资产总额 还是这个资产金额 那你加起来肯定是没有他 整个的这个估值来的高 所以说这里边呢 我们选取的其实都是交易金额 来作为一个计算依据 好你作为这个计算依据一除 这块呢 他都没有去考虑这个 营业收入的问题 你就发现 我们这个资产金额这块 这个指标 就远远超过50% 那是不是有一个指标超过50% 这时候就可以下一个结论 说本次交易呢 其实是构成一个重大资产重组的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这块呢 由于我们又是一个出资 那这块呢 基于这个谨慎性原则 我们呢交易双方 共同增资的一个股权出资额 与现金增资额之和 也就是整个的 这729亿乘以2 来作为我们整个的一个交易金额 所以说这块呢 再和标的资产的 这个资产金额指标 和它的资产总额指标 来进行比较 去赎高值 再和那上市公司向的指标 来进行一个计算 那这块他分析的 其实主要是这个资产金额的 这个指标 那这块分析出来之后 其实呢 就已经超过50%了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这次交易本身 构成一个重大资产重组 好 这个呢 其实是我希望大家 就是你看到不同的一个案例之后 首先能够读懂交易方案 然后呢 能够运用我们的所学 对它呢 来进行一个分析 好 那接下来再看 说本次交易呢 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为这块呢 其实只是 我们呢 这个交易 是上市公司 以交易对方 我们的同比例 对于已经在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合资公司 来进行增资 虽然说它压根 自始至终 不会涉及到 上市公司层面的一个 股权变动 那这块呢 本次交易前后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也不会发生变化 均为呢 我们招商局集团 由于这次交易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发生变更 因此呢 它不构成 重组上市的情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